为庆祝2016年中美旅游年 以及中国农历新春假节猴年的到来 由深圳文化旅游局主办 迪斯尼度假区 南海岸广场联合举办的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演出 于近日在迪斯尼游乐园隆重登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 刘建表示 旅游是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 也是中美两国友谊的重要纽带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 我们把两国的适合技术打得更牢 让我们共同地来构建中美信仰大国关系 随着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确认 2016年将定为中美旅游年 这将中美双方的友谊推上新的高度 那么我们期望通过中美旅游年的举办 能够更好地扩大 中美旅游人员交往的互访规模 同时增进旅游业界的深度合作 交流两国旅游发展方面的经验 为中美旅游互访的游客提供大的便利 并提升他们旅游的体验 此外 来自深圳世界之窗五周艺术团的演员们 在大年初一为迪士尼乐园中的游客 上演了一场颇具民族风情的 包括舞蹈 杂技等在内的精彩演出 为美国民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It's Media 在迪士尼的采访报道